這個議題 說真的我們幾年可以放心 我們也沒有很激烈的火爆的行動 麥克風也不如人家 麥克風也不如人家 但是這個法鏈 關係到我們每一個國民 每一個家庭 關係到我們台灣 整個人聯電力產業的發展 我們知道 還有各位媒體記者先生小姐 有不少來到這裡 也一樣非常感謝也抱歉 有一些地點時間的通知 比較倉促 又臨時做了改變 我想在 在前兩個禮拜 十四號十五號 在三十年沒有修的電力法 我們知道有六個版本 還有四個版本是條文的修正 在立法院的經濟委員會 只有一天半的審查 就把九十六個九十六條的條文 全部就審完了 在今天下午 有四條保留要進入學商 有四條保留進入學商 那幾乎就是審完了 那電力法假設在今天的學商 然後就送大會 我們也知道 影響全國人民 影響能源產業 甚至影響到我們未來的電力排碳 的一個電力法 很可能就被修購 在這樣一個 胡亂修法 影響整個的產業跟社會民眾 這樣的一個議題 我們感到失望 電商跟憤怒 所以呢 我們來開這個記者會 我想 我們已經有了不少的 書面的新聞稿 我們有不少書面的新聞稿 我們等等 記者會開完會放在網頁 會送到立法院的協商的會場 所以這一些 我們繼續努力 在接下來我想 我們今天的團體 非常的多 我們是台灣環保聯盟 台灣再生人員推動聯盟 有看守台灣 有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 有台灣北社 有那個核電輔射 左吊團 等等 還有 南部感來的團體 台灣 太陽人 中華民國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工會 我是台灣環境輻射走吊團 還有綠色消費者基金會 以及公民電力公司 謝謝 那麼我們也都有書面指稿 那接下來我就請 是不是徐老師 來幫我們 我們請 幫忙聯盟 指揮 還有 幫忙監督核電廠聯盟 理事長 徐光榮教授 來幫我們 承受他的一些看法 各位媒體女士先生 各位夥伴大家好 其實我們今天來 希望能夠挽回 剛剛其實 呃 劉副會長提過的 電業法 就快要一讀通過了 那這個電業法 有什麼樣的問題 必須大家要注意呢 第一個 我們這個電業法呢 的條文裡面 明白的寫 為了保留台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的 等等等等的權益 所以 其實今天要過的電業法 就是 台電公司電業法 大家也知道 我們台灣電力上面的 許多的問題 都是因為 台灣電力公司造成的 但是呢 我們今天修法 結果要保障 台灣電力公司的 所有權益 這是非常荒謬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 本來我們這個電業法 號稱說要讓 綠能先行 結果呢 其實在這個電業法裡面呢 有要求再生能源 要發電 要準備備用容量 其實這個就是 二殺再生能源的開始 另外 在這個法裡面又說 再生能源可以開放它 直接買 直接賣給消費者 大家要知道 我們到去年為止 再生能源 風加太陽能 不過只有1% 請問 你直接賣的時候 你要賣給誰 你要賣給誰 除了大的用 大的發電設備之外 大的發電廠之外 沒有能力 沒有能力去賣給一般消費者 為什麼 因為他要自己去找消費者 還要付傳輸的費用 還要去準備備載容量 請問那個對於小公司來講 它會增加多少的成本 所以我們認為 今天這個電業法 是二殺再生能源 然後這個法過了之後呢 它會證明一件事情 它會證明 綠電是不可行的 這個法的重要目的 在證明綠電不可行 所以今天假如通過的話 小英政府所謂2025 要有20%的電磚再生能源來 是不可能發生的 那不可能發生之後怎麼辦呢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法 讓台電永遠掌握 掌控台灣發電 東電的權利 所以到時候 現在 現在已經是快到冬天了 雖然很熱 可是我們冬天 秋天冬天居然會缺電 台電公司故意製造假象 所以將來 綠電不可行的情況下 還會再發生 夠危急的缺電事情 到時候台電公司就會威脅大家 我要蓋什麼電廠 你就得接受 所以 這個電業法通過 不只是小英的政策無法落實 另外呢 我們中南部 將來 年年止暴 天天止暴 必然發生 所以今天我們要看 到底是哪些委員 什麼樣的政務委員 會讓我們這個電業法通過 將來小英的政策 票票 我們 空氣汙染 止暴連連 我們就知道要找誰來負責 謝謝 各位 喂 那麼再來我們請台灣財神人員推動聯盟理事長方如平給我們花言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知道今天公務電業法的修法就要進入協商 協商通過很可能我們的會期電業法就要通過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電業法原來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擔心的是缺電的問題 所以呢希望能夠讓更多的再生能源來參與發電 可是呢現在目前的電業法的現況 我們可以期待明年真的是有更多的再生能源能夠不缺電嗎 還是說你只能還是靠著核能跟靠著火力發電呢 我們看一下現在目前的再生能源他如果職工的情形他必須要自己去負責陷入輸配線 然後或者呢他要透過台電的這個輸配系統他必須要付代輸的費用 好那以現在來說我大概敢說在一兩年之內我們現在台灣所有的再生能源業者就是台電的代工廠 第二個我們的縣市政府原來他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依據地方自治條例 縣市政府比方說彰化或者是雲林 他們可以要求他在地的這一些污染的這些排放工廠要能夠買一定的再生能源 那也可以要求他在地的再生能源業者去賣給這個彰化縣政府的綠電公司 然後縣市政府就能夠扮演一定的角色 可是呢以現在目前的情形來說大家都變成一般的再生能源業者變成台電的代工廠 現在的縣市政府的電力公司就變成台電的兒子 彰化縣政府就說他要當大兒子這個事情大家應該都清楚 所以未來我們的縣市政府成立的電力公司就會變成台電公司的兒子 只是大小兒子而已 這樣子是我們未來所預計看到的嗎 再來說再生能源台電公司他自己他也希望也有很多的專業的人 年輕的台電的業者他也希望能夠未來能夠進步 我們看到這樣的電業法是台電又在開始走倒車 又走上猛斷的這個路 我大膽問一下小一如果我們的電業法通過台電能夠保證你明年不缺電嗎 能夠告訴你說現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他能夠保證嗎 那你為什麼又要退讓讓他變成是一個台電的版本呢 我們在這邊鄭重的這個抗議 希望這個電業法就照這個樣子的版本通過 希望這個停止這個審查的階段回到重新回到電業自由化的這個路上再去走 好一下 再來我們請公民電力公司 還有胡特酒店團 林瑞珠小姐秘書長 來幫我們花言 謝謝 謝謝 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個電業法其實是要保護用戶管制電業 還有服務客戶的 但是我們現在行政院版的電業法根本沒有做到這個幾項 那如果說 尤其是行政院版的電業法裡面 刪除了電業法第九條第二款 就是原來的電業法第九條第二款 這一款是在說 全部向其他業者購電 轉供其他營業區域內 一般需用貨 轉售其他電業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行的電業法裡面 它有給予民眾零售的空間 可以從事電業零售業的空間 但是行政院版的電業法刪除了這一條 就是剝奪了民眾從事電力零售行業這個權利 所以我們認為現在現行的電業法 它其實是扼殺了民眾更多電力的權利 在這個修法之前 我認為不管是行政院版或是其他版本 在修法都要考量到幾個因素 就是說可以達成電業的自由化 還有解決到民眾缺電的恐慌 其實現在並沒有缺電問題 只是行政院台電一直制造缺電的恐慌 但是這個缺電的恐慌我們要面對也要解決它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跟這個缺電有關的 就是造成現在的電力 現在的電價的結構會造成尖封離封差距過大 我想新的電業法應該要針對這個問題做解決 就是平易尖封利用電的問題 然後修法後會不會漲價 這也是要考量到的 它如果會漲價或者是降價 它的結構因素是什麼 這是要考量到的 所以今天以上的因素 公民電力公司我們發起人 是認為其實不需要修法就可以達到 只要就可以達到解決以上的問題 只要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款可以不刪除的話 謝謝 有很多的意見 把這個畫可以修得更好 但現在是修得更厲害更恐怖更糟糕 那麼我們環門也有一個很好的版本 也沒有辦法送進去一併審查 有種種的因素 種種的因素 那前面就是行政院 我們這個地方也幾乎就是在跟行政院化身抗議 那當然還有經濟部 那能源局等等 我們北社 是不是 來 我們很多的社運等等 不足的環保 來 我們請潘秘書長 台灣北社 大家好 各位台灣國主任 大家好 我們台灣北社 為這個事情 這件事是很貴的 為什麼 因為 進展小英 說台電的獨斷 台電的獨斷 在沒有執政之前 他是很貴的 說國民黨壟斷台灣的電力 而今天呢 蔡英文他所做的事情呢 讓我們更覺得更失望 台灣北社 藉由一個監督的立場 希望極力 希望說 電業公平化 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所以台灣北社的立場是支持 台灣坦坦的電業法 我們希望 看看英國 因為電業法的不公 那冬天竟然會每年會死300個人 很扯 像21世紀 因為電業 就像手機的費率不夠 沒有錢買 竟然會凍死 台灣算不會下雪 但是問題是 電業不夠 這種配套的部分 有勸適當 所以我們台灣北社 極力是譴責 這種不公益 不得那個電業法的修法 我們希望期待 新的版本 而且呢 更扯的是 第二年 電業法修完了 兩年內 不能再動 兩年內做一次修正 接下來 到第九年 才做第二次修正 所以你要動這個電業法 總共要十一年 很扯 十一年 改查換代的話 怎麼樣 變化那麼大 這個法 為什麼要動到十一年 才可以整個大體修呢 對這部分來講 讓我們的民眾 讓我們對民進黨的支持者 有很大的疑慮 我們支持民進黨的執政 但是問題是 今天的這個法條 說的 讓人民沒有信心 讓我們希望台灣北社 正在環環立場 希望支持 有公益性的電業法去實施 謝謝 沒有一個好的電力法架構 就沒有合理的自由競爭環境 甚至更便宜的人員 或是電力 那電力法當然是一個架構性的法 他今天反正在發展 變成 保障 壟斷 台灣唯一的這個電力公司 也就是 目前的台電 未來 繼續要 壟斷 下去 啊 知道 我們 在台電的 這個經營之下 事實上 有很多的扭曲 包括 滷黑 包括我們的電價 是世界上 第三便宜的一個電價 這怎麼可能呢 台灣的自產能源 連百分之一百分之二都不到 我們的電價是全世界 第三便宜 這個就是有很多的扭曲 不當 所以現在呢 就有這個電力法的修法 一個唯一的機會 現在竟然走到這個地步 我想 我們來 吐個口號 電力架構 壟斷 自由競爭無望 來 電力架構垄斷 自由競爭無望 自由競爭無望 再一次 電力架構 壟斷 自由競爭無望 自由競爭無望 再一個 電力法妥協 這身能言難為 电力法妥协 自由竞争难为 电力法妥协 自由竞争难为 自由竞争难为 所以我们再喊一个 暂停电力法 暂停电力法 清听民意新声 暂停电力法 天天民意新声 天天民意新声 谢谢 我们有没有在花言 我们现在的各样 各奔的书面新闻稿资料 我们如果在场记者 媒体还有朋友 都可以来收取 我们也送到立法院的审查 各会议的议场 那我们今天也很感谢 所有来跟我们一起参加的伙伴 团体 还有媒体先生 媒体小姐 那因为今天的情势 满紧张的 满紧张的 大家也实在是 拜托 所以我们今天的计程会 就开到这里 那么谢谢大家 也谢谢所有的参与者 参与团体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暂时点击 那么 如果有听闻呢 是不是也可以有提出 好吗 好不好 还是说 各别的 各别的访问 各别的访问 包括我们徐老师 高如平 理事长在这边等 要做 那种比较 公平的 多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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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千